这个工厂真是黑心 竟然在用蟑螂做原料 制作蛋白块专门给穷人吃 他们在不知情况下吃了17年 聊到车间的他们 看到刚出炉还热乎的蛋白块 毫不犹豫地吃了下去 甚至觉得挺香 站在机器上的阿帅没有阻止 毕竟这是他们目前唯一的食物 并让一旁的画师不要画下这些 奇异军继续前进 用他站在门前脸色大扁 大喊着不要开门 可是为时已晚 门已经被打开 里面全是斧头大汉 奇怪的是 他们都蒙着脸 拿出一条鱼用斧子划开 仿佛再说 你们就是这案板上的鱼 任人宰割 女高管从后面走了出来 指挥着眼前的大汉 戴上一副奇怪的眼镜 男发现不对劲 说了一句 前面是隧道 转身就跑 随着一节节灯熄灭 奇异军没了视线 斧头大汉们戴的是夜视仪 在黑暗中 也能准确地看到敌人 这下奇异军真的变成了鱼 任人宰割 毫无还手之力 阿帅想起难点烟的火柴 被小孩拿走 大声呼喊着 需要火光 后车巷的人团结一致 通过接力的方式 用最快的速度 送来了火把 奇异军借着火光反击 随着阿帅抓住女高管 奇异军战斗又一次取得胜利 看着损失惨重的奇异军 阿帅只能沉默哀悼 这天夜里 老人劝说阿帅就此结束 阿帅不听 都走了这么远了 怎么可能停下脚步 第二天 阿帅带着六人小队 挟持着高管 走向了前面的车厢 接下来的路 惊呆了几人 里面是一个巨大果园 树上长满了果实 再下一节 是一个美丽的海底车厢 各种鱼类 应有尽有 还有海鲜寿司 这是这么多年来 头一回吃到 女高管正准备吃 被阿帅一把阻止 丢了一块蛋白块给她 还不忘提醒她做工原料 吃完后 经过屠宰车厢来到教室 老师浮夸地讲授着 洗脑的课程 威尔福德是救世主 走出列车就要被冻死 列车引擎是伟大的 神圣的 看着人类的文明的倒退 阿帅皱了皱眉头 前方一个大汉 推着鸡蛋走了出来 是车长送来的新年祝福 每一个人都有 包括奇异军 就在众人沉浸在鸡蛋的喜悦中时 悲剧发生了 大汉从推车里掏出一把枪 对着眼前一顿扫射 教室里老师也掏出一把枪 对着阿帅等人直吐吐 几人赶紧躲在桌下 阿雷一个飞刀解决了老师 突然 电视里出现了反抗军被屠杀的画面 阿帅最敬重的老人被杀害了 愤怒的他 杀掉女高管 直接冲向前面车厢 路过图书馆 高级的诊所 私人定制服饰店 贵妇的美容店 最终被射击来的子弹拦下 我们想不得访一切 大家一起工作 并且贵妇的人